好那么其实尾巴冲突发生之后 各国都纷纷的表态 甚至开始选边站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就非常好奇 中国大陆的立场如何呢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派记者 韵文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 韵文好 韵文好 大家好 好 韵文想要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在社群媒体上 也看到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网友 他们可能有些人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但是我们就要说中国 目前他现在对这个尾巴冲突的立场是如何 因为他们其实中国的公民 在这一次尾巴冲突当中 目前也知道说是有三名公民死亡的嘛 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到 其实目前为止呢 中国大陆呢对于尾巴冲突的态度 其实跟这个俄乌战争很像 就是呢不选边站 以及扮演一个所谓叫做呢 劝和促谈的角色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个最新的讯息 是在北京发生的 就是呢以色列的驻中国一名外交官呢 他在稍早在北京是遭到了袭击 是被人持刀刺伤 那目前人他是受伤 目前已经是送医了 那我们看到是以色列的外交部就证实说 这起攻击呢并非发生在使馆内的 他们目前呢是正在要调查 这名攻击男子他的动机 那北京方面目前没有相关的一些回应 就来自北京的最新讯息提供给您 我们再看到这位是呢中国的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他对于这尾巴冲突的看法 有些提供他的一些态度 他是说呢这尾巴冲突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并且说重话就是他认为这个症结点 是在于呢没有给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 然后提出三项是中邦目前的态度 第一个就是说呢要来反对这个呢 伤害平民的行为 选择呢违反这个国际法的一些做法 以及呢希望可以开辟这个救援通道 避免这个加萨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 目前以色列已经宣布要在针对加萨做这个大规模的攻击 来加以反击 然后是呢说呼吁说国际社会要召开更加权威的这个国际和谈 想办法为两国方案来制定这个路线图以及相关的时间轴 那也在看到是目前确实中邦是首度的证实说 有三名中国人跟两名中国人 这三人死亡两名失联跟很多人受到的情形 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就是中东特使就打算和以色列 呼吁是以防呢要停止这个停火止报 希望以这两国方案为基础之下赶快的恢复和谈 是没有错 因为其实像很多观众朋友像这个刘修宇 他就说不干预人家保持中立 因为以巴冲突也不是第一次 会长也有说是关心不介入 看起来好像现在这个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立场 但是我们知道以巴冲突其实也有人挺以色列也有人挺巴勒斯坦 纽约我们刚刚在画面上也有看到甚至有两派不同声音的人马聚集在互相的校正 但同时呢加拿大跟日本也都直接表态是支持以色列的甚至日本的首相 也使用恐攻的字眼来谴责哈马斯的攻击 在纽约布鲁克林大学前聚集上百名学生力挺巴勒斯坦 同样在纽约有聚集挺以色列两派人马对峙叫骂 以及世界第一学府哈佛有30多名学生联署挺巴勒斯坦 认为以色列要负全责引发像是华尔街大亨等企业校友要求校方给出名单未来拒绝聘用 但是也有人反对因为此举可能致学生于危险境地 挺巴挺以的校正不止在美国 德国布林也有上街示威遭德国警方逮捕 国际社会间除了美国力挺 加拿大总理也表态支持以色列在国际法规范下维护国家安全 还有日本政府首度以恐攻字眼谴责哈马斯 不过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宣布将大规模攻击加萨 受到西方媒体质疑赫佐格毫不客气反驳甚至一度愤怒打断提问 拒绝回答 TVBS用言论生陈永文综合报道 尾巴冲突发生之后 加萨这一块非常有争议的土地呢 又再度的跃上了国际的版面 那么其实加萨这一块地呢 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自治政府跟武装分子 争相掌控的地区 那么哈马斯是在2006年的时候 拿下议会的多数席才成功的获得控制权 风火连天地中海东岸加萨半世纪以来冲突不断 除了犹太人以色列的外患 还有政府与武装分子内斗 2006年激进组织哈马斯 在巴勒斯坦议会拿到多数席次 从自治政府把他手中夺走加萨走廊的控制权 加萨是快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 哈马斯控制后 以色列2008年发动迁驻行动 2012年援助行动 还有2014年保护边缘行动 双方间交火没有中断过 2012年哈马斯军事首领贾巴里 遭以色列军队击毙 引发大规模冲突 哈马斯今年的突袭 则是由艾斯丁卡萨姆旅 指挥官大夫和已经遭 以军炸死的辛瓦案中策划 据传大夫在1987年加入哈马斯 曾在1989年遭以色列逮捕拘留 也在加萨的大学取得科学学位 不过一场以军发动空袭 炸死他的妻女 四周阿拉伯国家的环伺下 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挺 以色列首先轰炸叙利亚首都 以及阿勒坡两地机场 破坏背后可能有伊朗支持 运送武器的哈马斯 只是哈马斯铁了心 要让以色列好看 宗教历史辛酬旧恨下 加萨的战火难以平息 TVB的新闻头到 好 观众朋友刘修宇 他说可能中国也很清楚 尾巴长长冲突是要怎么挺 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近年来 非常努力在中东 在外交的角色上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外交的角色 都还没有站稳 他自己内部的防势爆雷问题 也还没有解决 先前这个恒大集团的董事长 许家英被逮捕之后 另一个先前爆雷的公司 毕贵远的董事长 我们想要请教韵文 他现在是不是也看到这个 他被许家英被捕之后感到很害怕 传出他好像现在也 开始卖私人飞机想要还钱对吗 好了 心仪确许如此 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呢 他那个恒大呢 他是因为这个踩到红线的状况之下 就是中共给你时间还钱 那你就不还装之下呢 就被捕了之后呢 就让很多舰商开始担心之后 说赶快去还钱 我们就来看到这位是毕贵远的总裁了 就是说呢 他们的创办人呢 杨国强就开始卖了他的私人飞机 为什么 就怕说 哎 你不还钱的状况之下 会可能会被抓走 所以赶快卖他的私人飞机 那除此之外是呢 要罕见的公布是 这个他们罕见呢 是发稿说 哎 他有视察的画面 好像是一副蛮积极的状态 要赶快解决问题 那你确实来看到呢 目前呢 碧桂园他们的境内战 是已经有完成这所谓的 整体的展棋展延的方式了 所以呢 现在对这个境外债是想办法要进行 重整的一些相关工作 他们一共是有将近有20亿台币的 这未支付的金额 在这个月呢 可能就会到期 那是预期呢 是无法支付的状况 所以已经聘请了相关的 财务跟法律顾问 想办法来寻求这个境外债务 要来重整的解决方案 不过看到是 并有很大的债务扩容之下 他们的这个财务总裁 服务总裁呢 竟然是宣布是要请辞 是要给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 来看这报道 中国大陆龙头建商碧桂园公告 服务总裁李长江辞职 声称希望让位给优秀的年轻人 但是被质疑是丢烂摊子给年轻人 集团预计 无力偿还一笔本金 4亿7千万到期的境外债 将会出现债务违约 碧桂园债务问题严重 根据陆媒报道 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被捕后 避跪远荒了 创办人杨国强赶紧卖掉私人飞机 想办法筹钱还债 集团期望解决当前境外债的风险 以时间换空间 另外中国大陆招募平台公布 今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招募月薪 达到10342人民币 约台币4万5 创下近年新高 被网友调侃 自己扯后腿了反诈骗单位不出来管一管吗 北京的话 它可能像国阳企会更多一些 一般来说就是超过一万 来之后会发现 比如说掌心或者晋升 没有想得那么容易 我觉得不信他这个一万三的这个工资的 毕竟因为最近刚经济复苏嘛 所以说工作都不会很好走 大环境不好影响生育率 中国道官方公布 去年出生人口只有956万人 创下1949中共见证 有记录以来最低出生数 而且二胎占比不到四成 路媒低财经分析 人口负成长将带来工作力减少 扩大内需受限等经济冲击 TVBS新闻音乐生陈玉文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